福尔泰是18世纪启蒙时期 法国最重要的作家 甚至有人把整个18世纪的欧洲 都称之为福尔泰的时代 你可能了解福尔泰的著作和思想 但是你知道福尔泰的财务状况吗 出生于中产律师家庭的他 是如何能够完全不用上班 有这么多被动收入 游走于欧洲上流社会的呢 原来福尔泰的第一桶金 来自于中奖的彩票 但非同寻常的是 他不仅仅一次中奖 而是连连中奖 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那句老话 上帝只会帮助自己帮自己的人 福尔泰的彩票是一种现代彩票的雏形 在18世纪初 法国政府财政状况一片混乱 以至于巴黎市政府向公众发行的债券 出现了信用危机 与其说全盘违约 财政部长Le Pelletier发明了一种彩票 只给中奖的国债持有人赎回面值的80% 因为当时巴黎市债券的市场价格 已经远低于面值的80% 中奖者甚至还有的赚 福尔泰认为财政部的这种设计 有空子可钻 在一次晚餐聚会上 向数学家朋友空站面请教 结果他们俩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只要把全部彩票都买到手 那一定是稳赚的 当时赎回国债的彩票在12个销售地点向债权人销售 福尔泰和空诈明组织了一帮投资人 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团购彩票组织 在销售开门的第一时间 就从12个网点全盘买下了所有彩票 这种彩票从1729年1月开始每月抽奖 到了那年5月 大家已经发现每次中奖的人 都是那12个熟悉的名字 财政部长了佩雷切 意识到了福尔泰等人在围剿市场 起诉了他们 可是法院裁定团口彩票 没有违背现行法律 怪只能怪了佩雷切自己设计的有问题 财政部长因此被免职 福尔泰赚了多少钱呢 大概是当时的50万法棒 也就是50万磅白银之多 数学家康丹明用自己赚来的钱 组织了一次科学环球航行 要亲自检验地球是个不规则椭圆的理论 因为福尔泰的写作 常常迁怒不同的欧洲君主 他把自己的豪宅 修建在了法国 瑞士和意大利的边界上 方便在半夜插水表示 根据情况逃奔第三国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他将自己的财富分散投资到了 全世界不同的上市公司上面 不仅很难被同时查封冻结 自己还一生都享受着风险分散的被动收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福尔泰的思想 欢迎搜索文化土豆播客 收听我参与录制的一期节目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 头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 并关注忍者ATM